这个挑短球 很多人在挑的时候 觉得球短 我要这样去造弧线 这样挑的是光稳 快点光稳 但是你的球 没有什么出球的 没有出球的这个速度 一定要找好就 是把这个力量 最后的这个 这个中指要多去发力 向前顶 在它这个高点的位置 把这个弧线 其实有的是 从高往下 多去发一点这个力 不要认为小球 我的这个力量 就是要从下向上 真正它这个挑的这个球 你要把它弧线挑的平一点 钻一点的话 你的这个弧线 应该是有一点 从高向下去挑的这种感觉 从高向下 对 加上板头的这种出手速度 包括你看 变化 变化这种 大家可能在挑这个斜线球的时候 会相对觉得呢 斜线球要容易一点 因为它正好顺着这个身体的发力方向 但是在挑直线的时候 如果你要用同样的这种 加速这样挑的话 有时候就会造成失误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挑直线的时候 你要把身体多让过来一点 再出手的时候呢 加上一点推的感觉 推挑 推挑这种感觉 这样按 你看这个弧线 我就是因为向上造的比较多 它就会造成出戒 还是要 要从下向上 去压一下这个弧线 去推挑它 推挑它 完了在基球的这个点上呢 可以放的再慢一点 在这个点 挑斜线的时候呢 我可能在高点发力的 高点的时候 高点下来的时候 高点稍微略略下的这时候 我发力比较多 但在挑直线的时候呢 我就能放的再慢一点 加上一点推挑 再把这个点放的比 这边可以再慢一点 这个点挑斜线 再慢一点的时候 我去推挑这个直线 推挑这个直线 哦 哦 好